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今年新科的少年师王 则是由三芝国小的武师队 拿下了这项顺利的佳机 孩子们都很开心 不仅传承了所谓传统记忆 还打响了学校的知名度 尤其三芝国小的教练 也由父亲交接给儿子 可以说是世代传承的最佳典范 三芝国小组成武师队 已经有十多年 今年在泰神师王节的少年组比赛中 以纤维的差距战胜去年的师王 浅皇国小拿下少年师王 孩子们都相当开心 为传统记忆传承还得了名 此外三芝国小的教练 也由父亲交接给儿子 可以说是世代的传承 不论是学生还是孩子 都为了传统记忆的传承而努力 刚开始是由我爸爸先开始带的 然后之后我接下来跟着他带 然后这次因为刚好泰山师王碑 有邀请到三芝国小的武师队 然后是由我当任教练 可能平常的训练就是说 他们都听从教练的话 然后有认真在学习 我们就是以一代接一代这样子传上来 那今年的金牌是吗 对对就是这个泰山师王碑 浓厚了冠军这个金牌 感觉就是带出来真的有这个经验 第一次当任这个教练这个位置 然后带出表现不错 每周二上午就是武师队 唯一练习的时间 把握时间先把动作架式练过手练 才会让狮子以及正式表演服装来上升 这支成立十多年的武师队 在国家级教练杨天德带领之下 不只是传承武师的记忆 还要雕塑孩子们的耐心 更借此培养孩子的真实重道与自信心 参加团队活动就是小朋友 一种多元智慧的展现 那小朋友参加这个武师队 在课后的时间 其实也是学在另外一种记忆 包括武师的一个技巧 然后打鼓的一个节奏 还有团队的合作 我想在这个部分 是在课业里面学不到的 三职国小校长表示 孩子们参与课后活动与校队 这就是多元智慧的展现 武师除了可以舒缓上课的压力 也可以学到团队合作 鼓励节奏等等的智能 期待孩子在学校 不只是常规的学习 还有多元化的智能吸收 借此也将传统的民俗记忆 传承下去 记者大平台三支采访报道